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当代老青年 在讲今天的案件之前呢,还是先说那么点废话 占用大家那么一丢丢的时间 本人的第二章有声专辑《气温观察室》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内容主要融合了全球的悬案奇案、灵异事件、都市传说、民间怪谈、鬼怪故事等等 属于一个悬疑惊悚类故事的大合集 那么我也找了专业的后期做敬佩 绝对是本着免费的专辑尽量做到VIP的质量 那么如果您对这类节目也感兴趣 那么大家呢,可以点击我的个人主页前去订阅 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那么听了我说了这么多和案件无关的话以后 那么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大案追踪吧 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也是近几年的一个案件 也是听有私信给我说要听的 那么我也找了下文案,今天呢,讲给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2015年5月10日,母亲节 清晨北大的校园树木青丛 伯雅塔微额处理 卫明湖波光临寻 吴谢宇从食堂吃完饭 独自漫步在校园 面露愁容 宴园内装饰着母亲节的标语 晶晶学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感激 唯有吴谢宇紧张地守着自己的手机 酝酿着一会儿要说的话,心想万不可出现错误 副稿来来回回,修改了几遍 吴谢宇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原来还愁云惨淡的她 瞬间喜笑颜开 事无巨细地讲述昨天发生的一切 甚至报备了自己花了多少钱 和谁见了面,聊了什么话 相比于其他人和母亲闲聊 吴谢宇更像是接受审判 最终,她略有羞涩地说出母亲节快乐以后 便赶紧挂断电话 结束了每天一次的煎熬 吴谢宇收起笑容 长出一口气,在网购平台上 继续浏览着剃骨刀 锯条,防水碎布料,隔离符,抽湿器等物品 这些东西并没有出现在她向母亲的报备胆里 他们属于另一个自己 没有人知道 直到七月暑假 吴谢宇拖着一大包行李 回到福州 母亲谢天琴看着销瘦的儿子 心疼不已 赶紧端出早已准备的饭菜 刚想打开行李箱 帮儿子洗洗衣服 吴谢宇心中一紧 起身抓住谢天琴的手 表情严肃称 别碰我的箱子 儿子从来不敢拒绝自己 今天却一反常态 谢天琴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 难道箱子里有我不能知道的东西吗 我是你妈 看看怎么了 藏着叶着干嘛呀 可吴谢宇坚决不肯让步 再三政治下 见儿子如此执着 谢天琴也只好作罢 在儿子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饭 念叨着 哎呀 你马上就要去美国了 一国大乡 也照顾不好自己 要不我就跟你一块去吧 这句话 谢天琴不知问了多少遍 每次都被儿子用其他话题绕开 没想到今天 吴谢宇却点头同意了 让他去单位辞职 准备出国 谢天琴开心不已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和同事分享 仔细询问了 在国外要注意些什么 想到马上又能和孩子朝夕相处 谢天琴有种难以言说的喜悦 但他不知道啊 这是吴谢宇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自己死亡的 倒计时 7月11日 谢天琴下班回家 对着玄关镜中 看到自己 又多了几根白发 自己呀 21年来 含辛茹苦地将吴谢宇养大 虽然平时对儿子有些严厉 但好在辛苦没有白费 吴谢宇已经成为北大的高材生 马上又要到美国知名的大学读书 如果丈夫还在世 看到谢宇成才 肯定也会感到高兴 就在他蹲下 换拖鞋的时候 吴谢宇站在他面前 谢天琴没有养识过孩子 恍惚之间 才发现儿子已经长这么高了 爸 我能杀了我自己吗 吴谢宇尝试向母亲询问 谢天琴有些不解 焦急询问发生了什么 只是见 吴谢宇面色阴沉 手里紧紧攥着哑铃 谢天琴快速将邪换好 没想到自己背过身的刹那 吴谢宇以高高举起哑铃 砸向自己的头颅 出手后 吴谢宇看到母亲的惨状 深知已经不能回头 紧接着补了第二下 第三下 指导血液慢慢渗出 母亲全然断气 才就此罢休 她打开自己的行李箱 里面是一拳套 粉尸工具 吴谢宇啊 绝不是一时兴起 为了这一刻 她早就预谋好了一切 她换上隔离服 拿起一整套刀具 就在准备下刀粉尸时 才意识到 死亡原来如此可怕 妈 吴谢宇轻声喊出 手中的刀悬在半空 她不知道这一刀是砍 还是不砍 直至四年后 吴谢宇在重庆落网 这个大家眼中 性格开朗 智力卓越 乖巧 孝顺的完美孩子 到底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 变成一个 拭目恶魔 1999年 吴谢宇一家三口 居住在 教职宇的大院里 虽然生活简朴 但也其乐融融 每到晚饭后 趁着夕阳的余晖 教职宫大院的人们 开始走出家门 大人 有说有笑 相伴在院里溜弯 小孩子 则汗流浃背 挤在篮球架前 吴谢宇也想打篮球 但他个头偏矮 年龄也是七中最小的 根本无法融入对局 每当为此苦恼之际 老爸总能摆出 一副乐呵呵的脸 不断地鼓励吴谢宇 每天陪他练习球技 虽然老爸 技术也不好 但在吴谢宇眼里 他就像无所不能的 超级英雄 老妈谢天琴 人很安静 很少出来溜弯 到了时间 便会推开窗子 第一个呼喊 吴谢宇回家 谢天琴的呼声 就像整个教职工 大院的放学龄 当吴谢宇走后 各家喊人回家的声音 此起彼伏 热闹的大院 陆续地回归安静 在家中 吴谢宇总能看到妈妈 在看书学习 氛围影响下 他也会拿起一本书 陪在妈妈身边 阅读 在吴谢宇眼里 妈妈有着丰富的学识与智慧 他几乎无所不知 就这样 吴谢宇一直对父母 保持着爱与宠拜 爸爸的热情开了 与妈妈的冷静专注 同时融会在 吴谢宇的身上 他一面是好友眼中 快乐向上 热心友好的斗逼 一面是同学心中 认真自律 极为聪明的 超级学霸 与神 不仅如此 在吴谢宇看来 妈妈 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在亲戚中 得到所有人的尊敬 妈妈的是非观 妈妈的看法 潜移默化中 成为了自己 绝对的标准 良好的性格 与出众的学习能力 令人尊重的道德是非观 让认识吴谢宇的所有人 都会用完美来概述他 童年的吴谢宇 觉得每天都很幸福 他坚定不移地相信 家人们会一直这么 相亲相爱 相伴到永远 直到十年后 吴谢宇读书三 父亲被查出 患上了肝癌晚期 那时候 吴谢宇眼中的父母变了 整天乐呵呵的爸爸 开始沉默 冷静的妈妈 开始焦虑 每天谈论话题 从有趣的知识 变成永远不足的医药费 凑钱 治病 成了那段时期 家庭的主旋律 亲戚们 对于如此巨大的开销 选择冷眼旁观 想为家庭分担出力的吴谢宇 被父母告知 唯一的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 他只好 把自己埋在学校里 维持着优异的成绩 面对与同学的交流 他还是维持快乐 面对同学的困难 他还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想把自己变成强者 一个不需要帮助 没有缺点 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英雄 一如像妈妈 谢天秦一样 原来心情不好时 吴谢宇会找爸爸诉说 但现在爸爸倒了 他只能将家庭的悲伤与焦虑 压抑在内心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烦意乱时 不停地在操场上跑步 试图用大脑分泌的内飞态 摆脱这些不愉快 一如以往爸爸陪自己做运动一样 就这样 家里越来越消沉 吴谢宇的负面情绪 没有排解渠道 反而越积越多 最终变异 一个诞生在黑暗中 名叫吴谢宇的怪兽 正逐渐成长 一年以后 吴谢宇读高一 虽然在大家眼中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但父亲的身体 却一天不如一天 终在某天早上 吴谢宇接到母亲电话 爸爸昨晚在仙游县老家 去世了